恩典365 365天天天活在上帝的祝福和恩典里 这两天和弟兄姐妹分享一个 我自己觉得极为重要的功课 那就是圣洁 圣洁带我们进到上帝的祝福里面 其实我心里面很深的一个感动 说主啊 我真的不是讲一个道理给弟兄姐妹听 我是跟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功课里面 我们都来学 这段经文讲到 以色列要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宣告自洁 自洁这两个字很有意思 从中文上面来看 就是自己要洁净 但是哪一个人可以自洁呢 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洁净 那个自洁的字 如果是我靠我自己 我要把我洗干净 那么人充满着挫折 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 如果有人可以靠自己 就解决我的问题的话 耶稣不需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人靠自己就解决我们的问题 宣告自己的那个字 不是靠自己 那是自己有一个意志的决定 那就好像圣经里面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的那个意 那个是一个意志 也就是说 我里面有一个心说我要 我要 我不要告诉我自己说 我就是这样 我脾气就是这样 我个性就是这样 我就是软弱 我就是站不起来 你知道人常常对自己是很放松的 就是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样 这个字节的意思是说 我对我自己说 我不是这样 因为上帝造我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上帝造我这个人 是有一个照着他的形象造的 他的形象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很有盼望 因为主会恢复他造我的时候的那个荣美 那个荣耀和美好 在神的恩典当中 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 字节不是靠自己捷径 那个字节的字是一个意志的决定 是说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说 主我要请你帮助我 我愿意请你帮助我 好像你记得圣经里面 耶稣所面对的一个父亲 耶稣跟他讲说 你有没有信心啊 你有信心我救你的孩子 他说我信 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祷告 他里面有一个信说 我相信 可是我也知道我的信心很软弱 主啊我需要你帮助我 面对字节这件事一样 就说主啊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但是我知道我很软弱 我常常胜不过那些诱惑 世界的诱惑 情欲的诱惑 血气的诱惑 我承认我需要你帮助 但是我不认凭我自己 继继续活在这样的污称软弱里面 我求主给我们这样的心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 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 做一个意志的决定说 我要 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承认我需要你帮助我 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说 我们要 请你帮助我 我们需要 需要你的帮助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里面的呼求说 我要 我需要 求主恩待我们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这是你的祷告 跟主说 我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需要你帮助我 这是你的祷告 上帝 吹听你的祷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